哎呀 你干嘛 我才长出来两千半 还没成熟呢 没成熟就对了 等你成熟了 我上哪儿去弄食材 来做凉拌毛豆啊 还好没被它全摘走 从今以后 我终于也是能 解除豆子的老豆了 呦 这黄豆长得真不错 正好配上我新买的猪蹄 一起炖个黄豆猪蹄汤 滋不得嘞 吃吃吃 就知道吃 我看你长得像猪蹄 你太好了 给豆族豆族保佑 我终于又发芽了 从小归来 这次我斗奥千 一定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好新鲜的黄豆芽 拿回去清炒正合式 这种大豆就是滑钻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兄弟 你看我熟了吗 揉手 等颜色变成身再说吧 那你给我让点位置 让我翻个身 哇 好臭哦 你连豆腥味都没洗掉 还敢说自己熟了 不甘不敬 吃了没病 一点豆腥味吃不死人的 谁说的 豆腥味来自我们体内的造素 造假干燈 都有毒物质 只有用高温完全把味道洗掉 不足才能去除干净 颜色变深 没有洞腥味 洞匣变乱 这锅四季豆应该是熟了 哦 这怎么有黑渣渣 肯定是运输的时候 没保存好 锅变碎了呗 气们真是Qian Too Simple 这样的荔枝 都是成熟之前 就已经被我们荔枝地蛛虫 享用过了 只需黑色渣渣 可都是我们特意留下的小惊喜 你的意思是 那我吃了那么多年的荔枝 小警 杨妹和车梨子里还有果蝇呢 你也没少吃啊 那时候你怎么不介意啊 就是就是 我们和果蝇一样 也是只吃新鲜水果长大的 不知道你在掀弃什么 可是虫子和虫子屎 还是有区别的吧 那毕竟是虫子屎 你都不觉得个影吗 比妹吧你 吃不了就憋吃了 你再说 我就真的要吃不下了 算了算了 这荔枝也不便宜 总不能扔了吧 下次注意 敲梅被虫住过的就行了 你知道吃荔枝上火了 该怎么办吗 你听说过比摇名还要高的大葱吗 比摇名还高 那玩意儿还叫葱 还别不信 我们山东张秋大葱 就是巨无霸 有记录的那种 作为山东人的最爱 早在春秋时期 我就被齐桓公从北戎 带到了这片骑鲁大地 张秋这里 气候温热 冬不过冷 夏不过热 腐质肥沃 富含矿物质 最适合你生长了 而且 为了保护大葱的小妖 我们升开宗 勤陪谱 还没几条一节 就让他的葱白埋起来 帮死磁段 就这保护 我还能长不高 张秋葱就是强 看得出来 山东人对葱那是真爱啊 不愧是葱少 那是 张秋大葱不光高大 而且头干 多汁 香甜可口 还是餐桌上的贵族 不管你是生吃 卷饼 还是制作午餐 都离不开它 你也来尝尝吧 哎 兄弟 你好白啊 用了啥粉底啊 我才不打粉底呢 我这冷白皮 可是用二氧化硫 熏蒸出来的 啊 你这么白 二氧化硫不会超标吧 过量的二氧化硫 会腐蚀人体呼吸黏膜 引发癌变的 哎呀 管那些干啥 我主人还用花石粉打磨我 剧出我身上的毛刺 让我看起来更加光滑 我是全世界最美的筷子 花石粉 它虽然被允许用于医药 食品行业的添加剂 但使用过量 或长期使用 也有致癌性啊 啥都致癌 那你说 人们不用我 难道用手抓饭吃吗 喂 我还没死呢 可以用我 用你 谁知道你在烧毒会里 杀菌杀得干不干净啊 呸 总比你这带毒的玩意儿 好上十倍吧 算了吧 咱俩半斤八两的 还是家里的筷子干净些 看来我已经心理无多了 果然红颜多薄命 那个渣男 当初带我回家的时候 叫我小甜甜 说会照顾好我 现在 不提言吧 这花什么时候买的 我怎么不记得 不是因为你经常忘记给我浇水 我才变成现在这样 既然如此 我正好把你拔掉去买一束新鲜 你就乖乖的疼地方吧 不要啊 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能重新找好 那你说说有什么办法 那一子别怕 这事还得看啊 你 也就平时吃这味道还行 这事你能解决 可别看不起葱 我的用处多着呢 你按我说的做 保证能行 洗脑子 虎伪的温柔 这些温柔子肯定能有浪 洗干净哦 拿去吧 要切碎用开水泡 不然就浪费了 雷子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 得救了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剩个B半饿死了 幸好还有剩菜 隔夜菜不能吃啊 我吃几十年了 可不能吃啊 隔夜菜产生的亚硝酸盐 会跟人体内的暗内物质结合 产生亚硝暗 长期摄入 会增加致癌风险啊 小癌 我看你想癌痠痛 会有胃癌 尸管癌的风险啊 我都放冰箱保鲜着 干净的呢 隔夜菜容易受到外来细菌改善 放冰箱里 又会有耐冷细菌 吃了可能会细菌性食物动毒 之前新闻报道 我为母亲吃了隔夜菜 无致身亡啊 不完没完 隔夜菜不能吃 烧烤不能吃 隔夜菜也不能吃 都在上下意思啊 吃剩菜最好不要超过八小时 你剩荤菜不剩素菜 因为素菜会产生更多的亚香酸盐 加上时间要充足 这样才吃得健康啊 下次再说 请吃为主 马上就是琵琶上市的时候了 赶紧来尝尝鲜 听听听 你就直接吃我 不剥皮啊 剥皮怪麻烦的 脸皮带着吃 省身省力 咋了 你还不让吃啊 我的果皮和果壳里面 含有苦心人根 你吃下去之后 会在体内产生青青酸 这可是有毒物质 如果过量服用 会导致恶心 呕吐 呼吸系统麻痹 甚至心搏骤停 我要你吃 你还敢吃不 啊 有毒啊 那我还是剥皮再吃吧 你这皮老结实了 咋这么难剥呢 你碰啊 给我们剥皮得上点技巧 懂不懂 看它的 勺子还能剥皮 你小看我们 只要用我们 在琵琶上刮一拳 给它来个圈身死怕 就能让果肉和果皮分离 再硬的皮也能剥掉 啊 舒服 真的一丝就下来了 这办法真好用 这下就能愉快地吃琵琶了 老兄 搞什么 居然卖假咖啡 我没有 你乱造谣 那为啥我越喝越困呢 困是因为你们人体内 有腺肝和腺肝受体 它俩只要结合 你们就会产生困意 素体妹妹 腺肝哥哥 但是 我含有的咖啡因 跟腺肝长得很像 咖啡因取代了腺肝 你们就睡不着了 你宝贝 我来了 腺肝哥哥 但咖啡你喝太晚了 咖啡因进入你体内的时间也晚 这时腺肝和腺肝受体 已经锁定了 咖啡因也就失去作用 你个老六 下次早一点喝咖啡啊 好 我好 还有 你这一天两杯咖啡 身体已经产生耐受性了 大脑里的核肝受体会减少 以前喝一杯 清醒一天 现在可能得一桶才有用 宝贝宝贝 你别跑啊 你烦不烦 天哪 还带那么多兄弟 原来是我咖啡喝的晚 身体又对咖啡因产生耐受性 才越喝越困的 那我现在特别困 怎么办啊 拉末的驴都不会抽自己两鞭子 这都十点了 还加班买咖啡 让自己打起精神啊 我就一打工人 我能咋办 哎呀 这糖心蛋煎得刚刚好 开吃 不能吃啊 这么好的蛋 为啥不能吃啊 因为我可能有沙门士君 吃了我 你可能会上吐下泻 叛徒 救你够命 救你够命 可恶 你到底从哪里来的 我知道 有可能是母鸡妈妈 卵巢感染了沙门士君 生我时 我也被感染了 还有环境中 比如鸡石里 也有它 鸡蛋碰到了鸡石 大宝贝 真巧啊 我们沙门士一族生存能力 就是强 早晚要成为世界一哥 向全世界输送我们沙门士君 蛋壳消杀不彻底 打鸡蛋的时候 就被感染了 哎 行了行了 牛皮吹够了吗 我明明高温加热了 怎么还没把你杀死 嗯 杀死他们 要加热15分钟到30分钟 温度至少60度以上 所以把我完全做熟 是最保险的 你个四肩蛋 一听话怎么那么多 哼 你别想让我们鸡蛋背锅 哎呀 那我实在想吃溏心的 咋办啊 买那种无菌蛋行吗 行个锤子 那也是智商税 所谓的无菌蛋 不能做到完全无菌 还是煮熟吃最安全 没吃完 吃完 这 Ganze 吃完 看 一